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狱中某机场 再过20分钟特战队员们就要进行登机了 在我身后呢是伞将教员们对特战队员的伞距 进行登机前的最后检查 每一步都很关键 比如说我们这个舍马后 它如果在电脑的过程中打成火解的话 这个拉绳拉开之后 它有可能会导致主伞危害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飞机伞将实跳 虽然前期经过严格的考核 和训练还有地面摆练 但是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紧张 不过我相信 我一定能够圆满完成此次任务 随着飞机高度的不断爬升 队员们开始做着最后的检查工作 针对部分队员出现的紧张情绪 投放员进行了现场动员 不要 你现在不老二超了 好老二超三点明镜 不要用手护地啊 很容易受伤的 不是为大家都是最棒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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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机信号发出 特战队员分两路 依次跃出机舱 天空中瞬间绽放出朵朵散化 在地面引导员的指挥下 队员们根据气流 队形等要素变化 不断拉动操纵带 调整自身位置 仅用时200秒 就全部到点到位 这是一次突破 是我完成今后的特战路的一个起点 我以后也会去挑战更多的机型 也会去挑战更多的伞型 路还强 我们一起加油 空中躲躲散化的绽放 需要特战队员扎实的训练 也离不开地面保障力量的精准配合 我们的记者也用镜头 记录下了他们的工作状态 一起来看 这里是气象引导员的站位 他们使用激光测风雷达和清风仪 实时地观测气象数据 为特战队员们在空操作 提供数据支撑 虽然没有和特战队员一起挑战南天 但我能够为他们提供精确的气象数据 为散将训练保驾护航 我觉得自己的站位非常有意义 与何文斌一样 陈美全也是地面保障力量中的一员 他的任务是在特战队员降落的过程中 激攻对空广播引导 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因为这代表我们特战队员 已逐渐具备 在三无条件下进行散将任务 目前已完成3200余认次 涵盖了不同机型 不同伞型 不同科目 不同高度的实调训练 初步形成了小队规模的 远距离高空一伞渗透能力 和营连规模的远距离 层建置空中投送能力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